大家好,歡迎收看1月18日的C基金中午直播,我是豪德,大家好 C基金單位最新表現,1月14日是7.58% 上星期五,美股夜晚時短,不止美股,美股時短是走火警 雖然指數跌幅不太高,Dow Jones,S&P或納斯達克指數 不斷跌了不足1% 第一,之前也不是特別強,大指數 甚至ARK也要開始跌,預入無人之境 升到不會停,2.5元股票要跌,為何走火警 因為很多東西一次過都跌下來,除了股票 例如10年息 美國的10年息,上星期五,息都跌下來,債券移動 因為之前大家都看到,長息一直衝上去 衝過1厘,1月5日衝過1厘,大家都覺得勢頭一直向上 但你見到,腰又會跌一些,某程度,都見到 短暫時就定一定,金,金同樣都是 上星期五,1月15日,夜晚,你見到什麼都跌下去 如果說多一點,Copper, commodity 銅,跌了1.7,其實銅呢 在去到350多元之後,都沒什麼動過 其實都停了一輪 你見到,跟我最先說要留意一下 成本上漲 但你見到10月開始,都沒有 不過升幅比之前減慢了,星期五什麼都跌 有都是 逐個說一下,你都見到 形勢,為什麼之前有些人問我 會不會要看得好之餘,打到倉 在高峰之餘,都要有些隱憂 就見一下這些 昨天星期五,都跌了 跌了2% 都多了 甚至乎,大家近期就算沒有買,都要留意一下 Bitcoin 上下跌,4萬跌下去的時候,想要再沖水 但這星期五,那天,全部東西都一次過炸了下來 我覺得暫時都是走火警的,都不會一棍就轉小 但可以提醒一下,大家提提大家 尤其是美國那邊 你見過大指數這段時間都不太動 我自己覺得,因為始終去年下半年開始 放水的增量,其實又不是真的高得那麼緊要 你見到在去年三月份,派了一些錢出來 市場多元的資金是多的 這個圖是我之前說過 美國的money market fund 相對於美國的股市市 總市值 我嘗試量度一下 在市場上高的閒錢有多少 所以去年 在第2季開始 其實第1季是第2季開始 美股會一直衝上去 市場的資金一直花錢 去買股票的時間花錢 跌到現在剩下9% 9%是什麼概念 我覺得市場的多元資金已經不是特別多 如果看長期期,其實Cash最小是有9% 現在是9.9%,這是過去5年的圖 給你長點 讓一些長一點 所以我們說如果美國那邊要再上去 其實真的要多些錢或多些動力,當然美國繼續派錢 但現在最多錢是美國的散戶,每個星期派幾百元 或者失業救濟金去到二千元,那類都挺好的 我侄子昨晚陪我吃飯在美國,大家多些閒錢 不上班,好過上班 現在美國那邊,那些人拿了錢好像去二十多歲 還未炒股票也挺開心的 所以你看到這段時間,即使美股的資金追捧 都是散戶主導多一些,那類股票比較多 所以美國的圖像也是這樣 但我也覺得美國又未至於那麼差 不過就調整一下,這麼小的調整走火警 大家都好像很擔心,因為之前實在市實太強勁 至於我其實之前提過,真的 美股我覺得它不是差,不過購買力開始用得八百九九 就要找一些新的動力 這個是我美股的一個基本的判斷 至於A股,A股我覺得是12月開始有氣勢如虹 我講過,但是就是同時間,因為疫情 我覺得有點擔心 因為要看這個,CSI300,12月開始衝上來 一直衝上去,上個禮拜都不太差 我還講很多怎樣和大時代比較 如果大家記得,但是同時間開始閃 我記得大家可以留意這件事 就是國內疫情的趨勢 我發覺香港沒有什麼朋友留意 但實際上也不應該不留意 因為疫情始終是疫情 不要說只是炒股票,這些新聞都應該關心一下 但你見到,其實國內的情境路之前就一直這樣向上 幸好如果今天回來,你看這幾天 暫時就維持了百多鐘 沒有再,很x potential地上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國內如果沒有什麼 都不一定報的,當然現在就不可以不報 不過去報得出來,都不可以太看小的情況 至少如果過去兩三天,那個中數沒有明顯爆升 那就叫做守住一下,所以今天同時間 A股也開始好一點 如果國內的流動性,那個Yield Curve 不是Yield Curve,那個長息,都要留意一下 我說,12月那個A股,之所以開始好 某程度,因為去年的下半年,你見過 腰又升上去,流動性開始差一點點 放出來,國內的長息開始好回來 市場有水,又會晃一些 不過這個下降的趨勢,好像去到一月份 又好像又不算爆上去 不過就沒有一個再向下降的趨勢 這些都是對國內的流動性,都是啟示的 不過,怎樣也好,今天的A股又升上去 疫情受控上去,經濟又好一點 今天好像都出了大陸的GDP,就是6.5% 經濟又好一點,大家的心也好一點 我實在說,雖然股票很受資金 很受市場情緒影響 但是,你的底真的好一點 無論是投資也好,工業生產,營商環境也好一點 你看到第四季6.5% 我們去年第二季已經開始好一點 這個就令到市場信心都會好一點 不過說這麼多,說回港股才厲害 港股就是這段時間,好像那日David也說過 這段時間,很多人都看得好一點 他們中原證券自己買股票開戶都多了 甚至乎我也受惠,C基金多了朋友投資 大家都覺得對股票的信心大一點 當然大家是相信C基金的團隊 但對市場看得好一點,意欲會大一點 這段時間,真的多了所謂新錢入場 這些是否要警惕一下呢 上個禮拜,剛剛最新一集股壇事件 我跟蕭板都提過這件事 也不應該單單因為看到人們開始買股票 就要緊張走 我剛才舉過例子就是 美股都經常升,你一早就離開了 你便很慘 所以只是這麼多分析需要知道的事情 其中一項 上個禮拜,我都問Bigo 究竟現在有沒有少年股神 少年股神還沒出來,就不要緊 他還未到他最瘋 不過多人參與了,市況就開始變化 以及都升了一段 所以動作也是好的 不過不要緊,港股今次就厲害了 就是無論我講什麼A股,有些休息一休息 美股又怎樣上個禮拜五走火警 也好,港股也繼續去 如果看回恆生指數 我還沒試過這麼厲害,看回去年 哪有這麼多條羊竹 全部都是先升再高收 難得是這樣 足以有一次就是香港自己爭氣了 不用跟別人 今天你看到,無論是制裁股 這些人喜歡炒制裁股 制裁股也不錯 就是1766 我知道它是否制裁 因為Boomber寫著的 紅色上的 Sensors Applied to Disc Security 這個圖像是美國的錢走 大陸的錢移進去 這些比較間接 Nexter,136 基本上現在變成一個subsector 反而制裁股 很多人炒 941,都未完 981,施老闆選了941 浩德選了981 浩德選了883 好像有些觀眾問883 我剛才回答你們 我看到,爭辯了很多問題都未答 你見到,難得說 香港的市況很久沒那麼旺 旺到年,大家都忘記了 原來三八八港交所不知不覺 都是一個大市,很明顯的指標 市況又開始動 就是12月開始衝上來 升到70多元 甚至乎,你看香港今天的成交 應該半週也有1200億 今天1月18日,半週也有1200多億 你都見到,其實市況都很旺 雖然尤其上級別五,美國走完火警 都不是很大影響 其實今天regional也不是那麼好 亞洲時段,其他地方 是真的大陸和香港特別好 你看看,日本也跟美國跌下去 韓國也可以 唯獨港股和A股 希望再次驗證一下我今年的部署 A股,跑贏港股,跑贏美股 暫時而言,我的想法也是這樣的 不過,Elon其實講過 都跟得很貼 你看看,行指如果去到今日中午收市 是升了5.44% 但CSI是升了5% 如果計算上證和深證,就更低一點 但我直接介紹一個問題 我想大家覺得,許多Elon看得好還是不好 許多Elon看得好還是不好 許多Elon看得好高 但又講過那麼多隱憂的事 結論是,好時就沒有太好 也要有些憂患意識 雖然我貪心,覺得形勢是好 但李嘉誠隔落,好時不要看得太好,差時不要看得太差 當然,行動是最實際的,我的倉位當然是高的 不過在自己這麼貪心的時間,就應該contract一下自己 懷疑一下自己的判斷會不會出錯 因為看得好,倉位高,代表風險就高了 所以萬一看錯,代價就更高了,所以解說一下 大家有時不明白為何好得會,明明倉位打得這麼好 表現,我們日報也不是很差,為何突然說得這麼暗淡 不是很暗淡,即是我要提一提自己 不是只有提自己,我們自己整個司機金團隊都是這樣 有什麼事就要聞風先討 但具體地,我們倉位也算是挺高的 好,講完這個大一點的一個wind-up 因為我覺得都有點變化 接著又講一些實際一點,又要出動一下Calvin 因為接下來有第四次的大量採購就快到了 大家就聽一下他分析,留意一下部署會有什麼變化 好,那我交給Calvin 大家好,上個月五就出了那個 上海陽光醫藥採購網就出了第四次藥物大人採購的時間 這次都很快,放新年假之前2月3日會做投標 在2月3日那天,其實之前是第二次,就是上年1月 然後第三次就是上年8月,然後這次就2月 其實你看到這個大量採購的東西,其實已經梳落正常化了 恆常化 對,恆常化了,好像會一年做兩次 所以會不會,接下來6月又來多次呢 大家要關注一下 這次其實涉及的藥物大概是45隻藥物 和上一次就比較少,上次是55隻藥物 19年的銷售大概是500多億左右 所以這次這個大量採購應該是最高涉及到250億人民幣 都比上次是比較多的,雖然說那些藥物少了 但是那個銷售額也比較多 那就有整百二間公司是會參與的 那其實那個規矩都差不多的 那這次呢,最多都是可以有10個winner 即是投票中了,有10個中標 那你看回這裡,絕大部分的藥物 其實都是,那個guarantee的採購量都是五成到八成的 那你見到如果一間中了,只有一間中了就五成 所以兩間有六成,如指類區 那有部分有幾隻藥物是會變成四成到七成的 那大概那個框架就是這樣 那如果一看回,我們比較關注的 當然是最大的幾間藥物 即是杏瑞,那間的Hansel 和Sanobalpham,即是終生製藥 還有石藥這四間,就做了一個桌子給你看看 給大家自己screen cap 那這次呢,其實最需要關注的反而是Hansel 因為它就有,雖然說是有四種藥物 所謂3692 是3692 還有兩種藥物,其實這隻就是,這裡有三種就是糖尿病藥 一種就是腫瘤藥 這隻糖尿病藥,其實佔它全部糖尿病藥的銷售都多於五成 那就對它整個銷售有五個百分之多 加上這隻腫瘤藥,其實加上,這個是今年的預測 大約10個百分之多的銷售額,所以那個藥品降價的關鍵就會影響到它的銷售 其他那些其實就比較mild一些,雖然你說,你看到有些競爭比較大 可能有這隻替隔瑞落有七個的參與者,但其實他們這兩間 即是中生地藥和石藥,他們這次參與的藥,那個漸的超窄額都比較少 行瑞都是,而且有些是剛剛批的,所以那個超窄額是會比較小的 所以大概是這個情況,主要的update都是大概這樣 所以大家要留意2月3號投標的結果,可能Hansel就會有些反應股價在那一天 不過現在市場其實都發展得很快,還有最緊要去到很多 最難玩的是,市場對於這樣的降價已經開始形成一種預期 那你最後採購結果,憑市場預期的落差,其實可能更加影響股價 你看到EBO,減完價減得不太多,反而整個市場就少了一些uncertainty 現在越來越多輪這些大量採購,看回中生地藥 其實之前那幾輪已經做了差不多4成以上的消窄額的藥 未來的影響應該會越來越少 希望,所以Kelvin很忙,繼續幫大家留意 有些最新的消息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多一點時間Q&A,我們講20分鐘,多一點時間Q&A 好,因為上個禮拜都沒有時間回答 好,直接跳入正台了,Q&A 好,咦? 回到這裡 OK 回到我們私基金的Youtube留言回答 我記得了,Tradeless這個名字 我記得了,他問過關於Policylicon,Song回答你了 好,接著下一個,又是他問的,不過我都回答你 他問對美國實際的利率有什麼看法 因為現在是負數的,大家知道 什麼叫實際利率呢 就是將名義債息減回通脹,好嗎? 他就說,我按他,我真的有看的 他按個圖出來,如果你比較一下,這個打直這個就是金價 打橫這個就是名義負利率,名義實際利率 你看到一個負的相關性 我看到他的 comment,他寫得不太清楚 其實兩者是負相關性極高,不是正相關性 如果你看那圖,那個利率越高,那個實際利率越高 金價越低,4L的時間,金價是900,當你跌到0.5的時間,金價是1900 所以這個是負的關係,即是實際利率越高,金價就越低 或者換句實際利率越低,金價越高 因為他的字眼,我看出來有些怪,不過我明白你說什麼 他就說,現在實際負利率已經負1,對應金價1900 如果金價要再上,負率要再負一些 我想他的意思是這樣 他說,再度上升,上升變成正數 我以為再負多一點,會變成負2 但他說,日本及其他國家已經有負極限度 即是說,不能再負的話,金價是否升不起呢 我想他的問題是這樣 OK,我應該沒有理解錯你的問題 答案就是,其實聯儲局可以控制名義利率 通常預期就是市場會自己出來 既然有些朋友問我怎樣按Inflation Swap 或者按Inflation Swap,我也嘗試在Google幫大家找一下 但沒有的,真的 你看到現在的10年期,Inflation Swap 2,2 但這個聯儲局控制不到 聯儲局只可以出口術 聯儲局最新的口術就說3都不害怕 但變相真的有機會將實際利率降越低 因為他不想加Nominal Interest Frame 而有Inflation,可以這樣夾它 但你這樣看,當然statistically可能是對的 不過,這個就沒有將Inflation Impact Breakdown 這是1-to-1的,你找一個regressions 不好意思,不如過分簡化 實際利率的組成就是名義利率和Inflation 兩者的走勢可以是不同的 如果兩者是不同的話 將它混合成一個regress rate 其實你計算數出來也有些怪 不好意思,因為我小時候讀書 讀這些 如果統計學上 可能你要做Multivariance 就不是Single Variance 也不是Single Variance 即是X和Y,你還有多幾個XYC 不過,你參考上次David的圖 即你的名義利率和通脹率 所以,希望可以回答到你 還有,我糾正一下R2不是這個意思 R2是解釋了Dependent Variable和Independence Variable 中間,究竟有多少可以explainable 即是統計學的意義上 跟實際上兩者的具體相關性 應該是看這個 應該是看這個 這個Coeficence 就不是看這個 不過,我太久沒有讀書 所以,印象中是這樣理解 不過,如果你錯的話,你可以指證一下我 即是我錯,你可以指證一下我 即是我錯,你可以指證一下我 太久以前 已經是20年前 61608 即是上週 Kelvin你說起了雞皮 嚇到朋友之後 大家都問一下你 有沒有跟障了什麼部署 加住 OK,幫你回答了 在哪裡查到所謂Invasion Swap Index 我在Bomber查的 其他我不知道 我Google也查不到 不知為何 可能真的要找一些資料平台才有 我在Bomber查的 很簡單 有朋友稱讚Ada 講美股 好吧,我叫他講多些 OK,然後FTD問 知道我們用的Term Structure 例如我之前說的就是Long 1月 6月 是說如果剩下一些會不會 剩下6月 通常我就不會 我會一直滑下去 所以他講得對 我會在1月的DV 差不多到期 我會在2月 問C基金的AUM增加之後 策略會不會改變呢 C基金的AUM增加之後 最大的改變當然就是 C基金的團隊可以壯大些 找多些人 可以看多些東西 看得細緻些 所以都是好的 所以C基金帶了對客戶 我覺得是好的 你想想我現在都要碰一下 謝山806競爭 但AUM增加幾十倍 但可能擁有的資源是多了幾十倍 我資源多些 我就可以catch up 在投資的工作上 和表現上 但這個世界又不只是resources多 所以就一定保證高回報 如果是這樣的話 越大的基金 表現越好 然後CanonLive 問Calvin有沒有update 2126 其實我問了他 他說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然後問小米怎樣看 上個拜託給人家放了一個list 現在所有制裁的都是得升的 現在每個人都想被制裁 因為制裁有筆水頂 好 再來是讚他 就是讚AIDA說那些26 其實我也是幫忙說一些 不過希望給大家一些新意 然後這個朋友問幾個號碼 我又不回答 讚的不重複 希望我們講得簡單一點 雖然有些朋友都說太深了 但是不要急著這麼深 有時輕鬆一點也好 有時大家覺得懶 我們懶就講些深的 大家覺得深的 我們講些簡單一點 沒有所謂 我們最喜歡大家開心 我們可以調教一下 所以大家多給一些意見 我們就可以因應大家的意見 調教一下 然後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讚的我真的不重複 問對上達資本有沒有認識 接著這個問題 我問Yahol說 買了6030的call就馬上跌 C基金還沒有拿著6030的call 是有 怎樣展望 又繼續搏 會不會買證股 就不買了 不過今天6030也升了 這些都是大股幣 市上升 6030 其實不算是升得很爆 如果真的大時代應該是升到40元 就算不是大時代 有沒有30呢 不知道 賣一些call box 這個很長 Alvin Lai問 覺得怎樣可以從LTCM 這麼久的公司都會有興趣問 這間公司20年前已經倒閉了 LTCM 是不是有一間新的LTCM 就是當年的LTCM 有幾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獎者 由於他門徒眾多 也拿了LTCM 拿了Nobel Price 所以他賣了很多錢 當年的世界沒有那麼複雜 槓桿很厲害 他是說幾千倍槓桿做一些Parity trade 就好像去年三月份 Ray Daniel跟你說的Visparity 就是把這些很小很小的差價放到很大 他就頭幾年都很活動 直到我們英文經常說 It works until it didn't 他一直都活動 不過突然就不活動 因為不活動那一刻就連引發到很大件事 他當年應該是因為俄羅斯出事 牽一發動全新 因為他本身計算得很盡 風險計算是很低的 但結果原來風險總是有意料之外 我們有什麼學習呢 就是學習自己也會看錯 風險是比你想像中高的 所以都是要留有一定的怕死 你全世界最聰明的人做的事情 最後都要結束 不是他看錯 而是去到太盡 你基本上沒有什麼防守力 風險控制 風險控制通常都有些幫助 但是當黑天鵝你的時間 你就很難處理 你從來不知道下一個浪是哪裏 C基金對其他基金的Edge在哪裏 看幾件事 第一是人、團隊、洞察 大家為什麼要聽C基金每天的直播 C基金對於量化控制風險 大家對這些好像很崇拜 有很多東西聽 但其實我平時有的 不過就... 比如你... 看看... 不要用自己 用ARK 其實這些大家經常看到的東西 我懶得說 但不斷按都按不到 你那些VAR 就是大家讀書那些 究竟... 你來看看... 我不講自己 講人家那些 究竟... Cafin Mood的ARK的風險在哪裏 當然跟倉管有關系 個別股票 那些調整 你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都... 不用仔計的 大部份... 你按出來就有 如果同樣出現一次俄羅斯問題 來多次日本大地震 究竟... ARK的股票會怎樣移動 這些就是... 不過這些是數字來的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 又不用這麼複雜自己計 我見很多朋友很努力地自己計 但是... 其實這個時代... 就是... 要計的東西都... 就是... 一般坊間已經計完了 是吧 那... 你問我是不是每天看著它 我就不是每天看著的 但是... 我覺得... 理解和掌握呢 是比知道一件事重要的 是... 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所以你說... VR... 那些Stress Test... 全部都看一下 我覺得又不是單日控制的 但是... 你見我平時說的... 說得... 側快一點 沒有那麼量化 如果大家想聽一下 那些很量化的都可以說 不過很悶 大家可以說一下數字 或者一些... scenario 有興趣說一下 不過這些都有的 因為你問那些很簡單 但我覺得是有點outday的 這些人20年前已經是... Value at risk 那樣去量化這些風險 但是... 當然現在主流也是這樣的 所以... 當市場打開的時候 那些VR就升了 所以大部分基金都是保守的 就是因為這些東西 但我覺得這些VR實際上是... 沒有辦法去... 完全計算了風險 如果這麼簡單的話 去年... 疫情那一刻 那些東西就不會插進去 OK 再說了 同意說中國股市未發力 對... 有數字說的 很喜歡我講Base theorem 和KD Criteration OK 是嗎 你年輕了 可能你喜歡聽 但未必有觀眾喜歡聽 暫時說一下 想不到有什麼可以說 我可以說一下這些 悶悶一下大家 不過我覺得... 你要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不要以為我只是吹水 但要真的賣牙說一下這些 不要被人騙一下 有時候買股票可以被人騙 關掉不需要 又不是很大不了 不過... 這件事都是好的 發出一個CV給我 我們收不收到 還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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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發出來的 是否發出E-mail 我猜是發出E-mail 不過是在請人 所以你有興趣都可以傳來 我覺得在投資上 要有成就 最重要都是熱誠 我現在的錢 通常不會長久 有熱誠 真的比較重要 最後希望我成為Odtree 就是Howard Marks 其實是很不同的 所以Howard Marks 我也經常看過一些東西 尤其是因為我舊店 舊老闆 謝偵海 基本上Howard Marks每次寫的東西 我們都有看的 上次來香港 Howard Marks來香港 我也有去潮一下性 不過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不是買股票 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Howard Marks主要是買債券為主 所以大家的範疇有少少不同 不過我也很敬重他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 我聽到他來香港的討論 他自己說 有一天 Howard Marks就跟他兒子說 他兒子現在都是在Odtree 一個senior fund manager 他爸爸 Howard Marks跟他兒子說 我覺得我自己看市場很準 然後他兒子在笑 他說 當然了 你做了三四十年 你都好像叫過四五次 所以Howard Marks是自嘲一下 這些高手是這樣自嘲一下 他都說 譬如說 我也是抄他的 好像他都可以說 你看到2008年 是出現一個大的調整 你太早做這件事 即是06年做這件事 你猜中和猜中 猜中的太早 其實沒有分別 整件事 所以這麼難 你的market timing 就是要猜中的 又要猜中的 如果不然 其實整件事就錯了 他也有很多大智慧 希望如果你把我和他覺得好似 你真的看得挺小的 我沒有心頭高 做好自己的事更加重要 Pauline還說 Ada說過2-6有點複雜 我也覺得是 不過就照顧一下不同的口味 希望大家喜歡 OK 都讚一下Ada 怎樣加入我的Facebook 公司的Facebook 就在Facebook打C基金 就會看到 一旦又會看到阿施老闆 除了我們C基金直播 我們也會放上去 其實我們也會寫很多文 每個星期 iMoney 明報 AM730 所以有很多文章 有些人還是喜歡看文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Facebook 請按讚一下我們 好 問一下有沒有新政策 禁止消費力基金上市 沒有留意 鮑威爾說不加債息 債息會不會跌下來 債息會不會跌下來 和鮑威爾是沒有關係的 OK 讚一下Ada 可否分析一下Mineway 之前分析過 也是 在我們C基金的頻道 裡面搜尋萬歲生物 應該會找到那些片 問一下 6160盤101 這兩隻股票的比較 應該在第四季的投資講座 在Youtube裡面 Kevin說了一個小時 就是比較於兩隻公司 所以 其實很多股票 我都明白的 他升了的時候 大家試問 但其實 Kevin一早已經很深入地分析過 大家不花太多時間 有興趣到第四季的投資講座 在Youtube裡面可以看 不過 那個季已經是第四季 現在已經到第一季 都有些變化 所以 我也祝Kevin和大家說兩句 很短的更新 大家看到 剛剛 白濟晨州批了肺癌適應症 其實肺癌適應症裡面 都有很多款 大家通常看到 我們 那些藥期 去報產的肺癌適應症 是285個兩 剛剛 白濟晨州批的正正是非小細胞肺癌 其實是輪臟非小細胞肺癌 大概是這個肺癌裡面的三成左右 其實最大的市場應該是非輪臟的非小細胞肺癌 因為肺癌有三種 一種就是輪臟 另一種就是腺癌 還有一種叫大細胞癌 通常吃煙 最多的是腺癌 所以不要吃煙 大家記得不要吃煙 差不多四成 所以我想說的是 順達生物 其實在非輪臟和輪臟肺癌裡面 都有部署 都交了表 應該是今年批 所以順達生物 其實是在PD-1這個市場 比起白濟晨州 真的不同 白濟晨州 就是在Global上 那個部署就會比較闊 但是會不會每樣都可以做到這麼厲害 可能有些不同 比起順達來說 因為順達就是它部署最大的PD-1性認證 對 Kelvin也蠻喜歡的 所以兩隻股票我們都有 OK BYD是否會配股 剛剛派了 中正監派的配股 覺得Larry和好得很不同 Larry比較注重公司 好得太研究加操盤各有好處 OK 謝謝 還有一個好得多些人幫忙 Larry很聰明 自己弄完 我就不可以了 交給同事 這個朋友 FTDNK就說 預備入市基金 不過要等一會 中間這兩三個星期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先 你都知道 我一向不給投資意見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買賣什麼 不過近期我們都倉位比較高 所以大家可能聽我們動得少些 因爲贏的都要坐定定 不要亂動 轉來轉去就是找自己 然後Traders問關於中海油 入了一個Minitary End User List 我沒有留意到 我按了你幾條link 都找不到 所以我都不太了解 668沒有抽 BYDH股 DV車又不太好 我會不會減少一點 沒有 我賺錢的那些 就算有時候回一回 我都有耐力坐的那些 我都不會盡量不理 除非形勢變得太差 好 6160有沒有推幅佛奧 八濟晨州都可能配股 八濟晨州不是之前已經配了嗎 不過是secondary 之前配舊股 會不會新股 也不奇怪 為什麼前景有這些原因 又打爆個倉 就先解釋了 然後問一下減遲看法 譬如京東健康金龍魚 一大音速就開始減 是否呢 JDHealth問一下 有圖有真相 第一個大音速減 對 對 那就比那些 前提就是 他是這樣沖上去 我記得是70多元 我記得是70元 沖上去200元 太早減 70元升了一倍 140元 你還不走 真的不走 200元都不走 跌回到160多 170元 180元 那天平均收164元 你都賺了 那升得急的那些 就等他有去放置要 好像舒服些 金龍魚類似 880元 考慮了很久才減遲 OK 為什麼呢 又有圖有真相 第一 他回下來又不是升得很急 你回又不是回得很急 那就不用急 整件事就是這樣 那你都要看一下 雖然我不是看技術分析 但股價也是一個訊號 OK 然後CYC又說ESR 他也很喜歡 他也有利益申報 他說他有 不過我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間公司這麼好 他經常沽 自己 看過幾月會沽一次 但又厲害 沽來沽也跌不去 他很聰明 我也有研究過 我又不是說很差 不過我不懂得看 爭取時間 1點鐘 連即時的問題都未回答 好 加速回答 快手基本面好 幸好是否傳輸得那麼好 放心 阿桑 今天應該過了聆訊 接下來會上升 接著我們應該 抽的機會都大 說清楚 我未決定 抽的機會都大 但是阿桑 會和大家說一說 究竟快手 究竟是怎樣 所以大家就等一等 留意一下 不過我記得大家提過 不要太遲才說 因為待會兒的孖展被借了 我知道 但我一般都不建議大家抽孖展借 炒新告 OK 給問號碼 又不回答 OK 可以解釋一下 1211的新聞 什麼新聞 即是去到 placement 就是哪一則新聞 可以說清楚一點 853 我增發H股 他之前都說了會增發 853 微燙心通 好像會和快手撞旗 差不多 不過放心 Kelvin也會特別關於這件事 開一個topic 來跟大家說 881這些基本面好 股價不切預期 對 R1 buyback 頂一頂 一般做法是清倉 只是加回位 如果再越來越弱 可能會清掉 不過現在又 身不容易死不甘 還有持續 希望能捱上去 上星期的新聞 就是公司回購 大約10% 支持我們 加著CFund 多謝你支持 不過我講清楚 House rule 有些朋友 Lawrence不是這樣 Lawrence純粹表達善意 支持我們 我不是只是C基金客人的問題才回答 所以無所謂 不過你支持我們 我也真心多謝大家 消毒版不懂Bitcoin 上星期寫了一篇文 好像在網內上有很多回響 我都看到了 一篇文可以寫的 不過我沒有特別補充 2158有沒有追貨 這麼麻煩的問題不回答 只是直接問我的操盤 不可以的 你要問一些有幾個技巧 這樣問我才回答 不然很尷尬的回答 大家都會問 有沒有追梅豐 有沒有追6160 有沒有追阿迪 我就很難搞 不知道回答誰 不過我不介意說 如果剛好有些問題 值得說一下 我就這樣 如果不然整個 整個計劃都擺出來 好像不太好 暫時 又未去到ARK 那麼厲害 聲聲商業務 我問 看到一些評論 如果全球經濟反彈 國際復甦 美金需求回升 美金可能止跌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美金跌 主因並不是全球經濟差 而是美國差 暖金人民銀子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全球經濟好 美金也未必一定好 當然 如果美國自己本土經濟好 最基本的經濟學 的想法 都是經濟 你本身本土經濟好 都會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不過另外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就是 如果美金真的升 那對新興市場是好性不好 通常都是不好的 所以DXY 即是美元指數月升 港股就差一點 反過來 你看到之前 美匯指數跌過90 港股特別好 內地排行 是嗎 這個是 是不是我自己說 是不是坊間都這樣說 騰訊 直播得更高不高 之前大家覺得 升不過600 現在多少 600多 已經報什麼聲音 653 Kelvin說得多大聲 因為知不知道 他是愛股來的 我實際上說 我上星期有加了騰訊 的邦斯基金 說清楚 原因是 我們多了一些認購的資金 所以 C Fund的現金就多了 而本身持續的倉位 就會被溝探 所以我不想騰訊的倉位太低 所以我上星期是有加的 今天就沒有了 這個有些技術性原因 因為我突然看好騰訊 所以我上星期沒有特別說這件事 是否會有000、000、800、500 都是那一句 一貫作風 就是多說一些原因 來聽聽 否則真的消敷不完 五兩譯 是 五兩譯 唯一說我 我比較喜歡矛盾 多謝Ada 2.6的現金買 是否太高 我可以怎麼回答 不是便宜的 但我經常說是便宜的 股票不是很便宜的 上星期我都沒有加 所以加的時候才會 我們現在有利益申報 我們有持有的股票 通常沒有持有的股票 我都不斷說 不要浪費時間 1點和4分 好像約了1點鐘 和威威要有一個 我要撤退了 因為約了1點鐘有一個call 太陽能板塊 太陽能板塊 值得加注嗎 有沒有留意蒸科能源 同樣是太陽能 蒸科就是龍基那些 我們有龍基 我們選了龍基多些 回了很多 對呀 上個禮拜TN都跌了多少 跌了6% 那些之前炒的Blue Wave 炒完一陣又回一陣 7% 我通常的做法是不喜歡折飛刀 跌的時候也不喜歡扣 有時候會虧了價位 不過時機擺得更好 耶林說 不會刻意約美元轉約 這個也是認真的 其實這麼多年美元都不喜歡約美元 是特朗普這幾年才喜歡弱 耶倫可能會不會有轉變 可能有 所以就要適目以待 如果美元不走弱 當然不是你把口說的 你也是想想想整個美國 無論財政、經濟、財富等等 可以配合到強美元 是比較複雜的 匯控和保險下跌 是否和言論有關 上個禮拜的長息都會回分一點點 是否和言論有關 問我覺得蒙龍可不可以進入 有甚麼Catalyst 加價吧 2、3、8、10分鐘充電 充電到1000公里 在網上都很多人質疑這件事 正如未來續航1000公里 都被人質疑一下 甚麼故態建篪是否真實 大家還是要吹大一點 港交改創新高,加仓同仁受惠傲士的富途 富途之前有加仓,有說過了 農基調整完畢,我都想問,農基好像約了幾日A股 按出來,農基停了幾日,跟著A股 不停了,不回了,又差了幾元,衝上去 12月初都是在說錢,衝上去110多元,去回100元 幸好我追的位置都賺錢,所以等下 評論一下非學,不懂評論 最多人覺得是假的 當然有些人言之作作,說當年怎樣怎樣 接著被迫退市交不到,突然搖手一面回來,就很厲害 我看完,故事都蠻好的 不過你問我,是否有100%信心他不是假呢 我就回答不了,所以這些就吃少多教訓 最難解決的問題,如果有一個人走過來,跟我說 6186是假的,為何你買呢,我都不懂怎樣回答 但你說整間公司的故事性等等,又好像蠻好的 所以解決不了最根本的問題,我就很難下手 這次問問小米?沒有 都不要緊,現在的人會買制裁股,可能去幫忙 6188答了,最後兩分鐘 問我們有沒有做外匯和commodity?當然有 我們有黃金,我們有人民幣的futures 問我這隻股票可不可以買? 都說這樣不行,有點難回答你 我今天沒有了,不過,這樣回答你 這位說他們那邊有很多人排隊開戶,那就好 大家一起做大個餅吧 請問新潔司基金要一星期時間貨貨,應該不用 其實正常不用太久,一兩天 本身是因為,都是拓賴,因為很多人支持我們 所以真的太慢了,正常不應該,他們都加了很多人手 應該這段時間已經好很多了,我後面的小片都回答了 1211真法,對股價有什麼影響?一下子大家就覺得害怕 但市往,有間公司好,就不一定跌 我覺得對無人機發展有什麼看法? ehan是否技術領先的玩家? 我又未到專家級,不懂評論 康德萊伊蟹很弱,是否跟IPO有關? Kelvin有什麼特別的說法? 之前問過了嗎? 氫能源我就... 暫時,我連美國那些都覺得是story type 不要說大陸那些 白天上場,控制疫情會封城,會不會有影響? 現在那邊也很差,不封 其實疫情又擴散得很厲害,大家看看如何看 很多人都說消費版篇文 我就問,匯豐走勢有沒有改變? 今天跌,不過我很少說因應一日半日改變我的看法 我真的不是很短線震出的 所以有時候大家如果太短那些就不要聽我說 因為可能我都說得不太好 我講清楚 行稅有些走勢,有沒有減倉? 未有 新城好像還未出那條靚,關於課堂 那我先罵一下 很多時候有些股票跌10%為止賺 但又試過一日反轉,買回蝕又升回 好像有時候都不止蝕好 所以我一直都說過抵擂政策 當年在香港,偷到來香港那些 即是他賺了錢之後,就算他搓也不太理會 但未賺錢之前,搓就好像8,8,1 就算真的喜歡都會減 如果你說每隻股票一單日跌10% 你就做這件事,就賺自己笨 因為現在的股票越來越搓 所以我實在說,我是10%止蝕 止蝕,不是他單日的Drawdown 所以說清楚 在保安上,買賣盤電腦和電油系統 上網網網絡是否分開 好些 我們都有些簡單的電腦保安 不過多謝你的意見 然後問小米,反達是否跌完了 那怎知道 如果這麼簡單知道,就不用做了 京東的方向,可以問什麼 不知道 2148,2卡 可嘗破嗎 可嘗破嗎 怎知道 這些可以參考幾十分 可以自家,升勢不錯 考到入 也有些捉到六 脫不了局 找回一個好的時機再想想想 好,1點13分 好,我同事也提一提 好,今天答了1點3 希望大家都收貨 好,講了一個小時 明天是星期二 下午有新城 明天終於聽我們說的朋友 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記得做幾件事 要訂閱 要給個讚 讚好我們的影片 介紹多些朋友看我們節目 有些問題都盡量問 我們都盡量答得到 有些就答得簡單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OK,就這樣了 明天再見,拜拜